嗨各位今天呢 因為山上的天氣不是很好 所以我決定要去小小的road trip 下wanaka這個地方 旁邊好像有一個小小的山吧 可以爬個40分鐘上去 那趁現在沒有下雨的時候我要趕快出發 然後現在時間是差不多12點 因為早上跟薛斯給一起吃早餐 還有Youth給一起 每一季夏天的時候啊 他們都會回來這邊工作 就是繼續做教練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很佩服 就是一年四季都在做教練 我真的覺得超厲害的 好 那我今天為什麼我在家裡就要開場呢 因為我想跟大家分享說 我這次住的地方真的很好 這一間叫做Archway Motel 我在這邊住差不多快要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他們今天就有幫我整個掃房 而且他們會有洗碗服務嘛 你看我今天一回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幫我把這個重單都換過 然後浴室也幫我弄得跟新的一樣 那一坨是我要洗的衣服 如果你住了久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整個地方重新一直整理 每天都會整理 然後換新的毛巾 服務真的很好 然後外面那邊有laundry 可以洗衣服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你也可以去 我們都帶你去看一下 其實我自己都還沒去看過 我還是prefer手洗衣服啦 你看這邊走出來有一個laundry room 然後它的開的時間是早上8點到晚上10點 都可以在這邊洗 進來 哇還可以換衣服耶 超好的 有兩台洗衣機 也有烘乾機 超棒 然後你看它這邊洗衣 44塊錢 12分鐘一塊 其實還好啦 滿便宜的齁 很方便嗎 這一間住宿我真的太推薦了 如果你要來玩真的要住這裡 舒服又方便 而且地點也很好 離市區很近 耶 老天賞臉 天氣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好 早上啊一陣下雨 我整個傻眼耶 現在的目的地呢 是開車大約兩分鐘的地方 就有一個登山口 到了超近 這個地方叫做mountain iron 從這裡進去囉 然後 No cycling Dogs must be on leash 他說這個會經過一些private land 所以呢 不是全部都是public的 狗狗如果要在這邊散步 一定要有leash啦 不能直接放他 現在的時間是12點24分 我們看看爬上去會是幾點 so far呢 這個路線啊 看起來是滿簡單的 長這樣 我發現沿途還滿多人在這邊跑步 喔那邊還有水可以喝耶 這邊是他們不知道有住家吧 跑步的地方 這邊他會指引你方向 還好有太陽啦 好暖喔 一點都不冷 開心開心 那你看下面很多住家 才走一下下而已 已經覺得漂亮了 我覺得這整片好像是薰衣草原的樣子 這應該是薰衣草吧 你看下面整片都是枯萎的薰衣草啊 蠻酷的 我覺得夏天來的話應該很漂亮耶 你在邊爬的時候已經可以欣賞到整個瓦娜卡城鎮的風景了 超漂亮的 走著走著還有一張椅子耶 很chill 可以弄一杯咖啡坐在這邊 有一個階梯 No public access 所以說上面這邊就是可能是別人的land之類的 下面那裡也是私有的土地 難道會衝到房子嗎好好奇喔 這邊又有一個private property 很漂亮吧 開始起風了開始起風了 有一點涼 不要回家了 其實 我有點搞不太清楚這個山耶 因為剛剛爬到好像是 好像是top的地方 可是又好像不是 但是anyway至少我已經看到風景了 就夠了讓我現在要準備下山了 然後接下來我要跟我朋友去Katrona那邊玩了 一些觀光景點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漂亮 真的爬一個心情超好的耶 耶 我剛剛忘記鎖車門了 你知道嗎好緊張喔 我把我的camera跟包包還有信用卡 全部都放在車上 讓我忘記鎖車門了 做事不良光就不是carry啦 大家不知道習慣了沒 真煩 我們來到了New Zealand Wanaka這邊啊 他們自己自製的 威士忌啊 Gin啊 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喝咖啡 在這個透明的小屋裡面 好我們第一杯先試一下Vodka 好我們第一杯先試一下Vodka 挺香喔 雖然剛進去是裂的 可是回甘還蠻香的 這味道真的很香耶 接下來 哇這味道 這是Gin 感覺好濃喔 發香挺好的 超容易入口的 這個是Grapefruit的口味 這個是Grapefruit的口味 對 這樣挺香的耶 好好喝喔 這根本不是飲料啊 這個比較無聊 對 你覺得怎樣 好香喔 Orange的味道嗎 太甜了 太甜了 需要加Tonic 對有點太甜了 這個我不喜歡 他是釀了七個禮拜是吧 算了我如果把全部都記下來 全部講出來的話 這個影片就太長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他自己來這邊看 聽他自己介紹了 我就不多說囉 很值得 接下來要喝威士忌了 欸很期待耶 是他們這邊做的耶 NZ的威士忌 嗯 他說這個95歲 Holy Moly 超激動 這個表情不是 不是 不是很OK喔 他是尾韻是好的 Thank you 因為這個太濃了 所以他就去加一點水給我們 我覺得有比較好入口了 但是不好喝不好喝 可是尾韻是好喝的 可是對我來說 威士忌如果你難入口 就是不好喝的威士忌 可能你就要再加多一點東西 我會喜歡他的景點 我覺得我們還是喝日本的威士忌好了 下一站 來到了這個 來這個瓦那卡一定要來的地方 哈哈 NZ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 這個地方呢 就是你來瓦那卡 必停下來的景點 就是掛了整排的胸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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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 下一站 來到這個觀光景點 也是必來的Cadrona Hotel 每次都來這邊滑下去 第一次來這邊好好的觀光 這是加油站吧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History嗎 這是以前長這樣是嗎還是什麼 對 這是舊的 喔這是以前的電話亭 可以進去欸 哇 哇 舊的學校 學校嗎 他們人那麼少 他們怎麼那麼小啊 他現在變成 賣東西 嗯 哇 有剛剛的酒欸 天啊 好復古喔 剛剛這個Hotel 1863年就有了 好我們繼續看看 裡面有一些熱的Wine 可以喝喝看 嗯 嗯 點了一個Pilsner 跟這個是Cadrona Al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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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喜歡 你想嘗一下嗎 可以嘗一下嗎 可以嘗一下嗎 在外面的地方 這個比較甜 對嗎 那比較甜 嗯 嗯 它比較強的味道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味道比較 比較順一點 難怪大家都點這個Hotel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 味道比較重一點 可是我覺得都好喝 都可以 嗯 好帶你去看一下外面 超漂亮的 這個呢 就是你剛點完酒之後 就可以往外面坐啦 然後外面有很多這個玻璃屋啊 如果外面很冷的話 你冬天就可以 坐在這個玻璃屋裡面 又可以欣賞到外面的風景 然後呢 這邊有這個火 如果我們剛剛買了一些這個棉花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在那邊邊烤邊吃 然後你看這邊有很多個玻璃屋 是不是看起來超棒的 然後我們就坐在這個玻璃屋的裡面 如果你有帶小孩來的話 你也可以帶他們在這裡玩盪鞦韆 如果你有帶狗來 我想應該也是可以的吧 超棒的耶 然後今天這個旅程 我要非常感謝Lorraine 要感謝彤 還有感謝Chewy 耶 他們帶我 他們帶我滑雪 又帶我來這裡玩 超開心的 讓我的旅行不是只有一個人 還可以一起喝酒 真的很感動耶 不然我一個人來這邊拍的話 一定超無聊的啊 有差 有差 最後一個人默默喝酒這樣 啊也不能開車 對 我一個人來的話就不能喝酒了 好啦到家了 到家之外還書中打扮了一番 我要出去吃飯 然後我想說去附近一間 我朋友說就是剛剛彤他們說很好吃的 就是那間店呢 他是賣瓦娜卡自己釀的啤酒 然後裡面的晚餐好像也蠻好吃的 我看Google裡面的分數也是蠻高的 所以我決定呢 要自己一個人走路到那邊 因為離我住的地方也不會很遠 那我就不想再帶相機了 路上拿的相機也是蠻累的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如果真的有好的畫面 我就用手機拍 接下來畫面可能畫質沒這麼好 但是我會盡量就是拍一些 我吃到好吃的我喝到好喝的東西 用手機紀錄給大家看 我拍照一下 我看你一遍 我看你一遍 我相信我今天neo要配做好喝的 我看你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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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遍 我看我ateglet 我一定會沒吃 我看我 我看你那隻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太多种不同的选择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一全部都试一遍 我只喝一杯我就觉得好饱 根本就喝不下 所以蛮可惜的 那边就是适合很多人一起share 大家都点一杯不一样的啤酒 然后大家来share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蛮好玩的 而且就价格就不会说太贵 然后我觉得薯条还ok 蛮好吃的 重点是它 Kimchi的薯条真的还蛮辣的耶 那刚刚那间店的地址跟店名 我就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看啰 好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订阅一下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